民眾拿起手機紀錄下這一刻 除了馬路上行駛車輛的車燈 一片無奇抹黑 這裡是新北市三重巨人愛街 而爐中五谷以及台北市的士林 北斗區社子天母一代 今天清晨接近五點鐘 都發生停電狀況 四點五十幾分嘛 我記得四點五十幾分 突然停電 就很熱 所以差不多幾點會 五點半啊 因為我們是五點半要營業 就是起來的時候 有電了 就可以開電了 我是開電腦 我是說 我開電腦呢 怎麼這麼準確 講說 變壓器爆炸掉 反正 一人說一款啦 也不知道什麼原因啦 民眾睡到一半 因為冷氣電風扇 突然斷電都被熱醒 甚至紅綠燈都因為停電人停擺 一度造成二十三萬多戶的停電 台電也隨即派員搶收 四點五十一分左右 那我們設置變電所的一個設備 故障 所以就造成停電 是輸電線路的一個保護機制啟動 那所以一開始停電範圍比較大 對此台電表示 這次停電是因為線路臨時故障 部分區截至到早上八點鐘 已經恢復供電 而這次突如其來的停電 造成民眾不變 台電也強調 後續將強化供電設備巡視檢修 努力減少停電事故再度發生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 民生發方式近在一小時 趕快訂閱我們八大民生新聞的YouTube頻道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